当我们听到有朋友在说要离婚的时候 都会为他们难过 因为离婚除了对夫妻的心理造成打击之外 对子女更加造成长远的影响 现代的人对离婚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都不应该离婚 另一个极端的讲法就说 可以用任何的理由来离婚 也都有人认为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离婚 根据犹太人的律法 人在娶妻之后 见到他做了些不合理的事 给张优书他就可以离婚了 耶稣挑战犹太人 说他们藉着律法之名随便优妻 上帝本来不喜欢人优妻的 只因为人心硬 所以容许他们优妻 上帝定了律法规定离婚要有优书 你是要保障妇女 不会被人称为奸人 也可以日后再分 幼妻的事 是上帝所恨悟的 耶稣提及《求约圣经》创世的话 上帝做男做女 妾立婚姻 要夫妻互相帮助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以人成为一体 因为是这样 离婚就好像将两个人切割 这个不是上帝的本意 在《新约圣经》以读所书 五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就讲到 以夫妻预表 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是亲密而神圣的 所以不可以分割 又有人问了 如果夫妻其中一方 不是基督徒呢 可以离婚吗 保罗说 除非不信的一方要离开 否则应该维持关系 况且信主的一方 可以帮助未信的配偶信主 以上是圣经的原则 婚姻关系是要爱和忍耐 每个家庭的情况有不同 不是单凭律法可以解决的 如果遇到困难 必须要一起到上帝的面前 寻求帮助 我们同心一起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创造人类 做男做女 又切立婚姻 是要见证上帝和教会 爱的关系 可惜 人因为犯罪 使关系受伤害 有不少的离婚个案 使夫妻双方受损 更加遗害到子女 求主要恕 求天父教导做夫妻的 都能够因为爱对方 尊重婚姻之药 不会因为律法条文 而是因为你对人的牺牲之爱 我们要学校你的榜样 在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 如果有夫妻不和 甚至要分开 求主帮助他们 重温结婚时的誓约 以仁爱忍耐相待 更加要仰望主 使他们的婚姻 得到更新家庭 得以蒙福 如果有朋友的配偶 仍然未信主的 求天父感动他们 因为对方的见证 早日全家归主 天父求你使今天的信徒 能够热爱教会 忠于基督 使福音得以广泉 荣耀你的名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教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